大家好,我是明明 最近有一个消息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 我看到这个消息以后就感觉到整个中国社会 现在真的是出于一个大失控的状况 让人感觉真的挺可怕的 什么事呢 大家可能有看到消息就在湖北有一阶段 高速公路因为下大雪的情况 整个大量的车就被堵在了高速公路上 因为天气非常非常冷 经历了很长时间 很多人的车也没有了 或者是电车没电了 然后也没有吃的东西 那你上面如果有老人和孩子的话 你想想这个事得多可怕 那就是在那个道上待的时间太久 太久太久了 那这个事情啊 就是说他从几个方面来看这个事 首先就是这个政府的不作为 基本上政府就是你们自生自灭吧 你们爱怎么办 怎么的怎么的 我们这边就是该回家过年 回家过年 我才不管你们呢 给人感觉就是这样 但是我不排除里面 可能有个别的公务员 或许会出来做点什么 会出来作秀什么的 但是整体上公务员这种感觉就是这个样子 你们爱怎么怎么的 他就完全没有那种 就是说道德感 也没有那种 就是说为民众服务的这种心态了 这就是我能看到 他这里面就是说 你说他是天灾吧 好像也是人祸 他这里面有一个细节 就是说这个堵车到底在哪堵的 然后我看到有一个 就是推特里面有一个消息 有个照片 就是最前面有几个 有几个大卡车 然后前面有一些路是冰的 那车开不开不出去 但有人就说了 你前面撒点盐 撒点什么沙子 煤灰什么 他可能就过去了 但就这个动作就没有人做 是吧 他就是一个政府 他就不负责任到了这种程度了 然后媒体基本上也不怎么关注 不怎么报道 因为你一报道的话 对不对 你还得累得够呛 是吧 你跑到那去 你再出不来了怎么办 对不对 冰天雪地的 对吧 然后你真的报道出来了以后 没准你还得给自己带来麻烦 是不是 大家也都不管了 回家过年 你们爱怎么的 怎么的 我们不管 然后在现场的这些民众 我就仔细观察 当然他们可能也多多少少 有点自由意识 但是很多人就是在等 很多人可能还是那个想法 政府可能会救我们 政府可能会帮我们 结果等了很久很久 车也没有了 然后电车也没电了 自己身处一个非常恐怖的 一个环境当中 就这样下去 现在不知道是一个什么情况 这样下去 可能很多人老人孩子 可能这样出事 真的让人非常非常揪心 就是他这种自我救助的意识 非常非常弱了 可能很多人 就这个时候 大家应该赶紧发这个视频 对不对 发视频 赶紧曝光这个情况 对吧 哪怕你喊一声 大的共产党 对不对 没准人 你真就过来救你了 是不是 但大家可能不太敢发视频 不想给自己惹麻烦 但是你经历了这一段 最宝贵的你可以逃生 或者可以自救的机会 往后可能就真的很麻烦了 那么冷的天气 人体温一旦下降以后怎么办 是不是 自救的意识很弱 然后周围的民主 当然我们看了有些人去帮助 但是我相信的只是少数 大部分 很多很多人 这些年中国发生了很多天灾 基本上没瘫到自己头上 很多人首先感到很庆幸 甚至会觉得幸灾乐祸 对不对 你们这帮人 对吧 就幸灾乐祸 你看 对吧 中国人真的是 很多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所以说 他就已经开始出现了整个失控的 这样的一个情况 我总结了四个要素 第一个要素 就是什么 政府不管 政府不作为 对吧 你们爱怎么的 怎么的 对不对 为什么还有一个因素 我想补充一点 政府不作为 他有一个这种心理 就是什么呢 很多人现在就习近平不满 对不对 我们就不管了 对吧 习近平你厉害吗不是 你不一尊吗 对不对 你不总方针不动摇吗 对不对 你不什么所谓的千古异地吗 你自己处理吧 我们不管了 很多人可能都是这种心理 他们就希望这事闹大了 然后给习近平添堵 然后看习近平笑话 可能也有这样的那种心理在吧 然后整体上就是政府不作为 老百姓你们爱怎么的 怎么的 对不对 我们回家吃香的喝辣的过年去 然后我在电视里看着你们 受苦 勾兴 甚至很多公园 就是这种很恶毒的这种心理 这是政府不作为 然后媒体不报道 然后民众不自救 他也没接受这样的训练 有的时候他也不敢自救 你不自救 过了黄金期 可能最后结果就会非常可怕 然后民众 其他的民众 就要幸灾乐祸 当然我这个话说的 可能稍微有一点绝对 但整体上就是这四大块 我再强调一遍 政府不作为 媒体不报道 然后就是受受害的人 不自救 旁边的人 就幸灾乐祸 那整个这个社会 他就慢慢慢慢 在很多事情上都是这样 他就不断的就进入 一种失控的状态之中 你看这两天 股市的情况不也是一样吗 这股市降到什么程度了 对不对 降到什么程度了 但是他这里面 还是符合这四点 第一政府基本不作为 当然这两天 习近平出来说话了 这咱们一会儿说 就政府基本上不怎么管 这是你们老百姓 对吧 你们这些散户 对不对 你们钱没了 关我什么事 政府不怎么管 然后媒体 也不怎么报道 报道也只是简单讲 他还不说问题的实质 到底是怎么回事 对吧 你这习近平什么 战狼外交 这个都根本就不敢触碰 你知道吗 然后 在身处其中的人 也不敢去自救 对不对 顶多就是到美国大使馆 里面就说点什么话 对不对 这也起不了什么太大作用 然后其他的人 我没买股票 幸灾乐祸 对吧 幸好我没买 对不对 觉得自己很庆幸 所以说 这个社会 它总是出现这样的情况 不论出现什么事 它最后搞的都是很混乱 最后可能都要以很多很多的民众 付出那种非常沉重的代价 甚至血的代价 最后才能结束 这就是我们看到的 非常真实的中国社会的现状 整个中国社会 现在就在一点一点 走向失控的过程当中 刚才那部分我再强调一下 整个社会的管理结构 很多很多人 他们现在就是出于对习近平的不满 都把头看着习近平 或者是不想担责任 那心态就是什么 我害怕 算了 我不做决定 让习近平做决定 让你来管 或者是我才不管 对吧 这样看你笑话 看习近平有多大本事 很多人现在都是这样的一种心理 那么社会的整体的管理 就很混乱了 现在 然后再加上这些年 大家也看到 就是很多很多的天灾 你说它是天灾也好 或者是人祸也罢 反正是由天灾引起的 或者是由人祸引起的 更大的这种天灾也好 乘促不穷 太多太多了 不是下大雪 就是下大雨 要不就是地震 对吧 要不就是台风 要不就是冰雹 对不对 等等 然后什么夏天七月飘雪 到处都是各种各样的事情 在这种各种各样的事情面前 整体上就是一片混乱 这就是中国目前整个社会的一个真实的情况 再往下走的话 情况只能是越来越严重 首先 钱就越来越少了 你不管怎么样 你首先这个事情要运作 它得有钱 大家得拿出钱来 就是钱越来越少了 是不是 然后大家可能心里的信心也越来越少了 觉得这个社会已经没有希望了 然后人与人之间的情感 情感也越来越淡薄了 往下怎么弄 按照我们现在这个状况 可能在未来各种各样的事情会越来越多 其实我在韩国感触还是挺明显 在韩国社会 就是说不管发生什么事 前几年被我市月号出事 传的问题 然后当时很多孩子的父母心里很悲痛 就到岸边等他孩子的消息 当时 我当时就看韩国社会 有大量的韩国民众自发的到那个地方去 就给那些孩子的父母帮他们做饭 帮他们洗衣服 帮他们调解情绪 包括韩国还有些年就是在西海应该是 当时有漏油的情况 西海的水特别脏 韩国人就自发的去清理这个油污 就这个社会 它是一个正常的社会 大家面对一个问题 第一 就是政府得积极作为 然后第二 媒体大量报道 对不对 你要积极不作为 那媒体就曝光你 然后老百姓 就是身处其中的人 积极的去自救 想办法解决 对不对 但是然后周围的人在给你帮助 那么这个社会 但即便是出现了大的问题 它也能够去解决 跟中国 中国现在一个核心 我想就是很多人没有自救意识 总挡着别人来帮忙 谁能给你解决 你自己都不帮助你 自己谁帮助你 是不是 整体上这一集就简单的跟大家说这么多 咱们下次节目再见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